谁是王者荣耀的竞速之王 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测试赛道采用S22的新地图 我们以下路为起点 终点则是上路的传送阵 第一位登上的选手 就是峡谷移速的代表人物 关羽 关羽二技能和被动提供的移速 让他在路人局的表现极为优秀 相信这次他可以用极其优异的成绩 来捍卫自己的地位 天赋选择常规的移速名文 技能选择机跑来提供续航 在装备上我们选择小黄鞋和五奔狼 这六个小细节 鞋子的基础移速是唯一被动 辅助装备却可以无限叠加 所以多买这双鞋子 并不能让你跑得更快 此时关羽的移速已经来到了惊人的722 好的关羽走到终点了 测试现在开始 3 2 1 走 关羽一上来就用了所有的加速手段 但这可不是短跑比赛 后续乏力会极大影响比赛结果 果然呢 刚来到中路 关羽速度就开始降低 这种失误 真是不应该出现在她的身上 后半段的路程 关羽似乎已经自暴自弃了 19秒06 这个成绩也是相当平庸的 屈辱比失败更难忍受 接下来一位新人选手 蓝正所谓出道及巅峰 她以灵活的位移 超高的移速闻名 更因为本次赛道 大部分以河道为主 我相信 她绝对是本次比赛的黑马 装备明文保释不变 可以看到蓝的移速 达到了792 竟然比关羽高出20点 不知道她又会跑出什么样的惊喜呢 蓝已经白好姿势了 3 2 1 走 大招起手 再接一技能和技末 完美入水 笨狼没有急着用 看来她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呀 7秒就来到了中路 开启笨狼 速度一点都没有降低 终于要到终点了 哇 非常飘逸的位移 17秒06 已经打破纪录了 这就是年轻小剑的爆发力吗 接下来这位选手 就有点出乎意料了啊 孟奇 已经很少出现在赛场的冷门英雄 虽然说有着体型较小 移动较快的被动 但还是跟以上两位选手有所差距 但经过几轮测试 我发现无论如何叠加 英雄最高移速 只能叠加到800 所以说王者荣耀史上最高的移速 就是800吗 当然不是 明文装备依靠着小黄蟹和武奔狼 此时孟奇的移速只有732 比之前的数值降低了不少 但是在变小体型之后 全力冲刺下 孟奇的数值竟然来到了804 这已经突破了王者荣耀的移速上线了呀 这简直就是bug啊 废话少说 孟奇利用大招开始减肥 好的测试开始 奔狼和几宝同时开启 仅仅7秒的时间来到了周路 没想到孟奇 竟然利用着一技能保持的自然移速 路程所中不多 孟奇的势头依然和猛 16秒10 我相信孟奇一定是跑得最快的那个了 我不相信还有谁能超过孟奇 你们觉得呢